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条相对沉重一点的消息 李某某等五人涉嫌强奸案件半年多以来 始终对媒体讳莫如深的孟哥日前也是打破了沉默 8月30日孟哥首次直面镜头对整个案件公开含泪道歉 第二天的孟哥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声称儿子李某某案根本就是个假案 并直指另一被告律师李在科律师没有职业道德 并称幕后有团伙操控 一起来看 2月31号下午孟哥面对媒体镜头表示 自己最近之所以几次站出来接受媒体采访 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一名被告律师李在科召开媒体发布会 并在庭上误导他的被告人做伪证 对自己进行了报复 事实上他确实在庭会上误导他的被告人做伪证 而且是在这之前他无数次的给我发短信当中 提到了他要做我儿子的辩护人 我认为实际上作为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和素质来讲 我觉得他人格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他的能力各方面我没有认可 我就也没有请他在庭会上 他的陈词所表示出来的我感觉到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报复 而且还在短信中曾经说过今天你笑明天我会让你哭 孟哥还对外公布了一次李在科律师发给自己的短信内容 李某某案是假案 孟哥声称包括李某某在内的五人涉嫌强奸案件根本就是假的 首先说他是处女 后来已经证实 这不是真实的 说在清闻上有老震荡 后来也证实 一切正常 还有说挟持 绑架从酒吧直接到湖北宾馆 这个结果的惊恐录像我们都看到了没有任何暴力挟持的行为 等等这些在报案当中和实际后来我们看到的了解的真实情况是不相符的 所以这个案子我们的律师认为这就是一个假案 组织蔓淫敲诈勒索 孟哥还强调事发后酒吧值班经理张某某向自己敲诈勒索 本人也要二到三十万 还有张 给我的儿子打电话一再要求私了赔偿 否则你的家里的民生我就跟你传出去等等这类话 而且还跟他相关的在一起玩的一个迷某某朋友 说了你跟他们说一家十万五十万 告诉他们这个证人证言已经在庭上做了证 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说他组织蔓淫敲上勒索 这是事实 我们的证据足够证明他们的犯罪行为 之所以这样 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所以把孩子们真的报了案 那么这个案件本身报案的成熟也是个假的 有团伙操控舆论 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团伙 很有力的一个背景来操纵的这个舆论 半年多的时间一直到现在 还在继续的用语言 用相关的人生侮辱来诋毁我们 纵然李某某的案件到了等待庭审结果的阶段 作为母亲孟哥仍然对儿子充满信心 未来 我觉得孩子的 未来应该是光明的 到底事情如何 我们等待最终的庭审结果 新一位再见 综合报道